去年的國慶 驗火晚會在嘉義的故宮南院展演 但是無人機表演被爆料 是涉及使用中國製的產品 引發資安的疑慮 行業院跨部會管理無人機 未來負責資安驗測的國家級 無人機資安聯合驗測實驗室 今天下午是在高雄電信技術中心接牌 但由於無人機的管理規則 修法尚未明定成型 也讓無人機業者還有玩家 是無所適從 下午到了電信技術中心門口 來抗議 將無人機砸在地上 業者氣氛控訴政府扼殺 產業發展 國家級無人機資安聯合驗測 實驗室一號下午在高雄電信技術中心 接牌 未來將針對無人機進行資安驗測 但由於驗測標準等尚未定定 讓無人機業者及玩家無所適從 無人機全面納管引發業界不滿情是二零二二年國慶 驗火晚會 使用大量無人機進行表演 卻被揭露使用無人機 以為中國製造 引發自安疑慮 業者但又若未來強制一機一測 依電信技術中心公佈等驗測架碼 高階爐軍用機驗測費用 出估五十萬 出街也要十五萬 一般業者或玩家根本無力負擔 民洋局澄清驗測原則上會比照 汽車採形式檢驗 非一機一測 數位發展部長唐鳳澤進一步解釋 是驗測能預防 駭客入侵等狀況 保障資安及飛行安全 民航局表示有關無人機管理規則的修法 三月七號會邀及業者 進口商及使用者等 開公聽會 也會預留兩個月時間 讓各界表達意見後 預計最快七月上路 記者 陳環 許正俊 高雄報導 明信法環 至這村子 雷便不客行 構 Card 葉不客氣 嗇測 擺water へ 港 海添